2024年7月13日 荷兰欧维汉动物园大熊猫五文 带下两只大熊猫宝宝 第一只出生的宝宝状态良好 而第二只宝宝 新天发育不足 未能存活 这一新生命的诞生 背后承载了中国与荷兰多年来 在保护大熊猫方面的共同努力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2017年 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决定 向荷兰提供一对大熊猫的 同年4月11日 大熊猫五文和新亚 一起来到荷兰欧维汉动物园 为了迎接这两只大熊猫的到来 荷兰方面专门请中国工匠 采用传统工艺 建造了史上最豪华熊猫馆 该管为中国传统工电视风格 主体为两座相连建筑 各三层 总面积9000多平方米 不仅有新亚五文 各自的卧室和活动室 还有食物储存间 诊疗所 以及为未来宝宝 准备的育婴房等 2020年1月18日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与荷兰欧维汉动物园 专家团队的共同努力下 大熊猫五文和新亚成功婚配 同年5月1日 大熊猫范兴出生 这是第一只 在荷兰出生的大熊猫 三年后的2023年9月27日 大熊猫范兴启程返回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延安基地 2024年2月 大熊猫五文 出现发情迹象 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专家团队通过线上 外方专家进行了充分交流 密切监测大熊猫发情进展 科学指导并精准把握 我们和新亚自然交配时机 荷兰第二次迎来了 熊猫宝宝的出生 对于新出生的熊猫宝宝 祝愿它可以在妈妈 和四友园的关心 和照顾下健康成长 在自家的豪华大宫殿里 自由自在地生活